我最近刚入手的一只大包就非常热腾 这只包就让我用的有一种有未尽的感觉 我还想再拥有一只 我就是去年买了它 到今年好像还涨了一两百个价 这包还有这么大的号 我都不知道 去店里看了半天也都没看见它 我挺喜欢 这怎么回事呢 你的肩带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有我的审美 对九龙色就没有那么的喜欢 哈喽 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某一只视频里边 好像有问过你们要不要看我的大包合集 当时就有很多人留言说想要看 但是后来我就是不知道忙什么呢 反正就是把这只视频的事就忘记了 然后一拖再拖 拖到前两天我在整理我的包柜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我说 哎呀 欠你们大包合集还没有拍呢 再加上也是因为我最近又购入了一只 新的大的size的包包 也想给你们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关注我很久的朋友 你应该很了解我 就是我是一个大包终极爱好者 包包的尺寸选择的话 我基本上都会倾向于买一些尺寸偏大一点的包包 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跟我进牛座有关嘛 包包的实用性对我来说很重要 其次呢就是我的身高大概是167这样子 你想现在的鞋子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根高 穿个稍微厚底一点的鞋 我的身高差不多就在1米7左右 所以以我这个身高来说的话 我就更喜欢背一些比较大一点的包 然后我就觉得会比较的大气 比较的酷很撒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也是我很喜欢大包的其中一个原因 如果你感兴趣今天的视频内容分享的话 或者说你也对大包很钟爱的话 我们就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分享 首先第一只包呢想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刚入手的一只大包就非常热腾腾的 这包我还没有把它背出去过 就只是刚收到打开 我还欣赏了一下它的美貌 这只包呢就是Lamec牛角包 外形里面应该不是很陌生了 这两年真的是超级无敌火 然后我买的就是它最大的size 超大牛角包 我买的是这个羊皮的款式 颜色呢我就选了一个这种偏暖调一点的灰色 Size最近不是在打折吗 但那个年终折扣 买这个包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其实这包我已经长草很久了 既然它刚火的时候我就一直犹豫想要买 但当时就在纠结是什么颜色 什么大小 因为小号相比这个大号来说的话 要更加popular一点 我就感觉好像是人手一个小的牛角包 小的这个牛角包的颜色选择也会更多一点 这个灰色我其实蛮喜欢的 就是它也蛮百搭的 不管是你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 我觉得这灰包都是比较好搭配的 拿到手以后呢 我真的是对它爱不适合 我超喜欢 觉得自己没选择错 我还没有把它背出去过 因为才拿到手没几天 我是觉得啊 现在是孕晚期了嘛 肚子比之前要大很多 这个包呢它整体来说它是比较偏慵懒感的 再加上我最近穿的衣服的风格 真的是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觉得这包目前在我的身上体现的不是特别的完美 因为我前边一个很大的肚子 旁边放一个这种大大胖胖的包 就显得好像比例不是特别的协调 我想等我生完了以后 开春了以后 穿一个西装啊 或者穿风衣啊 或者就是一个很简单的T恤 给它随便这样一侧背 或者一斜跨 都是很好看 我特别喜欢这包斜跨以后的这个感觉 在旁边大大的一个 虽然那天我拿到这个包 在试背的时候 我妈说怎么背着特别像画园呢 见仁见智吧 有的人觉得这包很好看 有的人觉得这包就难理解 作为我来说 我真的很喜欢这大包 它整个包包是羊皮的皮质 所以捏在手里的手感 也真的是非常的柔软 很细腻 超级大的一个口袋 然后它里边是做这种帆布的 这个帆布也是比较稍微粗一点 帆布感觉也是很耐磨的这么一个材质 然后这包里边还带一小口袋 然后这小口袋就是在这包上拴着的 你就可以给它里边 这拉链怎么这么不好拉 然后你就可以给它里边放一些 你比较私密的一些小东西啊什么的 多大包都会配这样子类似的小的收纳袋 大的尺寸旁边还有一个小的口袋 它里边的空间也是蛮大的 放一只手机进去是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平常如果说你觉得手机塞在大口袋里边 不是很方便的话 你就可以把手机塞在前面这个小兜里 就是取起来也很方便 里边也可以再塞一个什么卡包啊 什么名片啊 护手霜啊什么的都是可以放进去的 这小口袋也是挺实用的 给你们再参考一下这个包包的容量吧 我就拿过来了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是苹果电脑13寸的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放进去我的13寸电脑 然后还有很多的空间 因为电脑它本来就是薄薄一个嘛 然后还有很多空间 就是你可以放你想要放的东西 我觉得把它当作一个旅行的背包 就是出门有个什么两天一夜啊 这样子的旅行背这个包 就是容量上面来说应该也是没任何问题的 我觉得很好通勤 很好搭配 又不失时髦感的这么一个包包 我也就赶了一波潮流 其实这波潮流我都赶的算是晚的 因为这包从去年开始就特别火 我算是买晚了 这是我最近新买的这只大包 然后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之前买的这些大包们 接下来我想按照我的使用次数来分享 我想把最不实用或者说我用的次数最少的包放在最后边 我用的次数最多最推荐的包放在前面 然后依次这样跟大家讲 首当其冲的第一只大包就是我这只勾样的Tote 就是这只包跟我接下来的第二名 它们两个的使用次数不分上下 但是勾样的包要比我接下来要分享的那只包 要买的稍微早一点 这只包呢很轻很好搭配 我的这只勾样的包的颜色 就是它们比较经典的这个黑棕配色 真的是非常好装的东西 超级大口袋 我都不需要把我的电脑给你们做对比 轻轻松松放进去 这只13寸的电脑简直没问题 15寸16寸它都能放进去 这只包的容量我就不用再多强调了 这个超级大 它可以当做妈妈包 它可以当做通勤上学旅行 任何就是你需要装很多东西的情况下 这只包都是可以满足你容量的一些需求 那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说说这包的缺点吧 由于它这个包排制的原因 它不是特别的有型 如果没有装什么东西的话 它会看起来软软塌塌的 第四呢就是它这个肩带 因为它这个肩带很细 如果你要装一些很重的东西的话 肩带在肩膀上背起来的话 会有点勒你的肩膀 如果你肩膀跟我一样 不是特别的有肉 是那种稍微骨头多一点的话 它会有点割骨头 还有一点就是 它其实这个包的手柄的空间 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它仅限于春天夏天和秋天 这三个季节背 如果是冬天的话 穿大衣套进去的空间不是特别的够 就感觉背这个包 背上身的那个过程不是特别的方便 其他的都就还好 因为它这颜色其实也挺适合 这个秋冬天的 这包就又很实用 又很耐用 你出门给它随便递上一丢 也不心疼 不管给它磕啊碰啊蹭啊的 也不会有任何划痕啊什么的 因为它毕竟是这种涂层的嘛 这个包我买它到现在 我已经用了有三四年的样子了吧 你看它依旧看起来还是蛮新的 我最近其实蛮心动的 因为我现在怀孕了 想要买一只它配黑色的那个款式 因为我觉得黑色 可能相对棕色来说的话 会更百搭一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可以给我分享一下 还想再买一只这个go out包 就是想换着用 这只包就让我用着就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就还想再拥有一只 第二只大包呢 其实我觉得这只包跟它的使用次数上下差不多 只是它买的稍微晚一点 就是我这只LV的大水桶 这只包是我去年年初买的 从买了到现在我对它就爱不释手 就一直在用 就如果说你看我Instagram的 经常的一些穿搭的post 它就很常出现 因为它真的很好背 超级好背 它的这个肩带就完全符合了 我们春夏秋冬 你不管穿多厚的衣服 它这个肩带都可以给你轻松的套在你的肩膀上 而且这个包的肩带 别看就好像它不是很长 它完全可以满足你斜跨的需求 斜跨起来的风格跟单天背的风格 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包特别的有文艺气息和复古感 花还是蛮经典的 就不管配什么衣服 它也都蛮合理的 我终于通过我今年一整年的使用 我给它把旁边这些比较浅色的地方给它用的稍微有点偏焦糖 这只包呢也是一样的超级大口袋 里边也是随便装 我这只电脑给你们装一下 就这只电脑横着竖着都能装进去 你看它完全塞进去 还有超级大的空间 容量就真的很够 就当做妈咪包啊 里边放一些diaper啊 奶瓶啊 接下来有可能出门每天要必备的都是这些东西 这样子的大包对于我来说就真的是很实用 还有就是这只包的自重也真的很轻 比刚才那只包稍微有一点点优点 就是它的肩带 它是稍微宽一些的肩带 然后就会稍微均匀一下这个包包在你身上的这个作用力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肩带 它做的稍微厚实一点 勒肩膀的情况 相比勾样那只的话就会好很多 所以我觉得它性价比也蛮高的 我就是去年买了它 到今年好像还涨了一两百块钱 所以也算是赚到我 第三只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这一只 Chanel的19 我的这个尺寸就是Maxi 就是它最大的那个尺寸 当时我记得跟你们分享这只包的时候 好多人都觉得说你不觉得它太大吗 你不觉得它就感觉把你自己都能装进去吗 它是很大 我喜欢就喜欢它这个尺寸 刚出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有这个大尺寸 护天盖地大家推荐的都是小号和中号 然后很少有人去分享这个大的尺寸 我是有一次机缘巧合不知道看谁分享的 我觉得哇这包还有这么大的号 我都不知道去店里看了 半天也都没看见它 我就记得当时我一看到它就对它一见钟情 我就赶紧跟我的Sales联系 我的Sales都不敢相信我居然要这个尺寸的 因为这个尺寸据说买的人不多 然后呢我就去店里试了一下 这包一上升我就不愿意给它从身上拿下来 我就觉得它就是我的包 它印满了我的名字 然后我选的颜色就是黑金配色 接着它这个皮质好像是羊皮的 使用下来我觉得它这羊皮 它们经典的那种Chanel的羊皮要耐磨耐用很多 前面一打开 里边也是一个超级无敌大口袋 给你们看一下容量啊 还是把这个电脑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它是可以放进去的 而且它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塞一些其他的东西 所以这个包也可以当做旅行包 它在后边也有一个很大的侧袋 你这里边也可以随手装一些 比如说钱包啊手机啊 小的东西都可以塞在后边 是一只非常实用的包 它的搭配来说的话 我真的很喜欢它的风格 就是穿一些稍微硬朗一点的衣服 就包括我今天的这件灰色的毛衣 给它随便不管是斜胯还是肩背还是手拎 它都会很完美的跟你的office 很巧妙的搭配 很亮眼很点睛的这么一只包包 那这个包的缺点就一个真的很重 就这包现在我什么都没有放 它的自重就蛮重的 就是你知道就是前边这链子 后边这链子 就光这两条链子的重量 是很可观的 再加上其他的尺寸 还有它的用料来说的话 是有一些些重量 就看你能不能接受 背这包出去是需要有一些体力 再给你们欣赏一下 这包真的很美 我的大包排名 我心目中的第四名 就是这一只 Chanel的31 bag 这只包现在是不是已经停产了呀 我的这只配色呢 就是他们家比较经典的 这个beige pink黑色 其实说实话啊 我现在是有一点点后悔 买这个浅色 我当时是有一个全黑的选择 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 全黑的看起来好无聊啊 拼色看起来很优雅很独特 但是呢这个拼色就有一个问题 因为它大面积拼的是 浅的这个beige的颜色 它的时候就特别的小心和谨慎 就我一定要看我今天穿的这衣服 是否会掉色 或者说我今天去的这个场合是否很复杂 因为它是大面积的嘛 你要去一个很复杂 或者说很嘈杂的地方 你就害怕旁边谁给你蹭啊碰啊什么的 会给你弄脏啊 然后或者说你自己穿的衣服颜色过深 也会给它有一些染色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包背出去 对我这种用包习惯来说的话 我的心理负担会稍微重一点 还有一个这个包的问题就是 它也是配一个肩袋是可以肩背的 但是它配的这两个肩袋呢 是两根很细的皮肩袋 这两根肩袋 我总觉得它的受重能力不是特别的强 如果说里边放一些很重的东西的话 我就害怕这两根袋子断了 这是我一直很害怕的问题 所以背这只包 我里边基本上不会装很多很重的东西 但如果说我要装一些 比如说电脑啊 稍微重一点的文件的话 我就会选择用手拎着 这样子我会稍微减轻一下 我心里的那个压力 所以为什么这包我的使用率 不是特别高的原因也在这儿 也是因为我特别爱它 我特别珍惜它 所以我特别害怕它有一些瑕疵 我心里边就很难受货意不去 然后这包的容量 你看也是真的很大 我拿电脑给你们看一下啊 它也是完全可以放进去 我的13寸电脑 我没有横着放过 不知道它横着能不能放进去 你看它横着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放进去一个13寸的电脑 然后还有一些空间 所以这只包也是一只很实用的大包 但是就是 相比我之前以上说的这几款来说的话 它就会稍微更金贵一点 毕竟它也停产了 想要再买到它真的也比较难 这只包呢就是我大包里边 心目中的第五名 就是这一只SELINE的水桶包 这包很久没拿出来了 大家也很久没见到它了吧 这个包呢很冒昧 当时买它的时候也真的是非常喜欢 而且当时买它的时候 有很多的配色选择 然后我选择的颜色就是前蓝色 配一个稍微翻灰掉一点的这个水泥灰蓝色 然后就配一个坨色 然后中间有一点点橘色 包的容量就超大 电脑啊什么的放进去也是绰绰有余 就你看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把电脑塞进去 还可以塞很多别的东西 还有这个包的优点就是它自重也会比较的轻 它的自重我感觉跟LV的那只水桶上下差不多的重量 为什么它被我排在很后边呢 一是现实的问题 就是我拥有了新的包 然后旧的包就会使用的稍微少一点 人总会稍微有一些些喜庆厌旧嘛 其次这个包让我使用频率不是很高的原因 就是它这个肩带 这个包的肩带它很宽 我自己认为我的肩膀不算窄的 但这个包总会这样溜下去 就是它在我的肩膀上不是很好地能待着 就因为它这个宽度的原因 我觉得它如果稍微做窄一点点 它在我的肩膀上停留的那个时间可能都会稍微久一点 所以这个包在使用感上感觉方便程度来说 稍微欠缺一些些 后来我就又买了新的很好用的包 所以它的使用频率就会较低一点 但是这包我就很舍不得把它出掉 现在也买不到了嘛 也早就停产了 不管是从配色啊 还有它整个设计也是我很喜欢的 就留着吧 哪天想着用了 能再用一用搭配搭配衣服 最近有空拿出来把它背一背吧 我挺喜欢的 这怎么回事呢 你的肩带是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的这只包呢 现在想起来会有一些些小后悔 也不能说后悔吧 反正就是我觉得我颜色没选对 皮质没选对 但是款式样子是我喜欢的一只大包 算是我今天所有包包里边 使用率相对来说最低 然后也是近两年没怎么背过的一只包 就是这一只Celine的Big Bag 其实它的款式我依旧还是很喜欢 现在就后悔就是后悔 在当初我买它的时候 有一个光面的焦糖色和黑色的选择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选择了一个酒红色 但也看起来挺美的 但是我就是现在的我的审美 对酒红色就没有那么的喜欢 如果我当初选择的皮质不是这个颗粒感 因为我选择是这个颗粒感的牛皮 它当时有两个皮质选择 一个是我手里拿这个 还有一个是那种光面的 那个光面的皮质 相比它来说的话 我感觉那个形状会更硬挺一点 这个皮质就会稍微有一些软塌的情况 这个颜色其实挺适合秋冬的 然后这包同样是带一肩带 但这个肩带它是不可以拆卸的 也是超级大一口袋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 那个13寸电脑了 它是完完全可以放进去 还可以放进去各种什么小外套啊 小背筋啊 什么小拖鞋啊 都可以塞进去 重点就是我觉得我失误的点 就是颜色和皮质 如果说我当初选择那个光面的 雕躺色有可能我的视频率 真的会大大的超过于这个酒红色 但现在这酒红色 我不知道就会 我就会觉得有一丝丝的老气 我当时是怎么想 但是我当时背它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所以我决定把这包送给我妈 我妈背它特好看 就是这样子 就给你们分享一下这包吧 反正这包现在基本上已经属于我妈了 在送给我妈之前再给你们分享一波 Anyways 今天视频里边的最后一只包包呢 是一只平价的包包 就不是这些大牌奢侈品的包包 是我平价的这些大包里边 我最推荐性价比最高的一只包 就是Everling的这一只包 这款式是不定时更新的 就有一段时间我看他们官网有 有一段时间他们官网就没了 这个款式应该也是大家比较追捧的一个款式 可能上新以后卖的会比较快 但我看他们去年又出了一个类似的款式 但那个类似的款式我看了一下 差不多跟它有点像 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比较好用的吧 价钱来说的话 100美金左右 它这价位配它这个皮质 还有它这设计 我真的觉得不超所值 因为它这包设计的很简单 然后我选择的颜色又是这种浅的鸵色 Nutra Tone的颜色真的是太好搭配了 布绳子的宽一点的肩带 肩带也会很轻 然后它这肩带也是可以调节长短的 还有就是它这皮质 我用它到现在也得有个两年多了吧 你看它始终看起来还是很新的 就是有时候有一个短途旅行的话 我也会把它当做一个这种旅行包来用 它这个包的自重真的是很轻 里边给它放一些东西的话 就不会显得这个包特别重 这包塞一个笔记本电脑 13寸的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完全可以放进去 它里边也是一个超级大的口袋 然后它这个开口是做这种吸铁扣的 很方便开盒 如果说你让我推荐一个支 平价一点的大包的话 这个绝对是第一名 好了 以上呢就是我所有的大包 都跟你们分享完了 希望你们还会喜欢 如果你们还有任何问题 或者疑问的话 都可以在我的评论栏里面给我留言 我看到以后 也都会给大家一一回复的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大家